那首歌已经发了很久 结果儿子一唱 再一次被推翻上来 而且是十八年前的歌 嗯 就是爸爸唱不红 然后儿子唱好的感觉 还好他是我儿子 对 我比较不会跟女儿说这些 他用他那种 还有一点娃娃音的说 欸 爸爸 我想要这个人 不用想了 就直接买给他 超感谈 超好谈 那今天呢 那我们邀请到拥有温暖系歌声的 品贯 据说呢 他是有很严重的 护女情结咧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就在这一个 护情结特辑里面 我们就让品贯 来和我们聊一聊 他当爸爸的过程呢 哈喽 泰勒的朋友大家好 俊宏你好 因为最近呢 也不讲最近了 就是前阵子 就是你上中国的 综艺节目 然后有邀请你的儿子 就是有帮你就是助力嘛 就唱了一首叫做 门没锁这首歌 然后就唱爆红了 昨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做 你都跳了谁都没藏过没走过 想要的戏也没错 那时候你 你感觉到有什么感受吗 就是那首歌已经发了很久 结果儿子一唱 再次被推翻上来 被考古的感觉 那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我自己真的也没有想到 我也会这样子 然后而且那个是 他们录的时候是一个 surprise给我的 是他们想要在我第一集录制的时候 就有一个惊喜 然后很多其他的歌手 在那个节目里面 其他歌手他们大部分都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给他们一些VCR 祝贺的VCR 然后他们本来就知道说我儿子很喜欢唱歌 然后就就帮他们录了那一段 然后给我给我一个surprise 这样子 然后隔天我就没想到 在一个那个抖音平台 就突然 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说我 因为我很少去post这些短视频的 这些video 没想到那个短短视频就突然就爆了起来 这样子 然后我就哇 我真的没想到 然后后来大家开始留意这首歌 然后可能很多年轻人把它当成新歌来听 对 其实讲真的我也是 因为那首歌 所以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没有听过那个歌 因为我认识你就是从长新啦 还有我以为啦 就是平时KTV一定会唱的那些歌 然后这首歌对我们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 是陌生的 有一点陌生的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以为这首是新的 新的抖音神区 没有想到原来是来自你的歌 而且是18年前的歌 对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觉得 哎呀 就是爸爸唱不红 然后儿子唱红的感觉 有没有那种感觉 会被冒犯了你 没关系没关系 还好他是我儿子 哈哈哈 讲到抖文 就是看你回来马来西亚之前 就是有抖一个关于孩子生日的那一个 然后你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晚安仪式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 为什么会弄到你们两父子都是痛哭流泌的感觉 因为我看了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都是到处飞嘛 就是离别对你们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家常便饭 为什么那时候你会特别po出来就是庆祝孩子生日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晚安仪式 我隔天就要飞了吗 我是6月1号飞来买下的 那5月31号刚好是我儿子的生日 9岁生日 然后我还特别带他出去买他喜欢的那个游戏的软体 对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反正庆祝完 庆祝完以后 大概他们每个晚上都10点睡觉 那大概9点半的时候 哎 他开始来了 我我我我儿子跟女儿都是 他们就是接近我隔天要飞出去的那个晚上 他就他们就会很很sat很mody这样子 对 尤其是因为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半 我第一年我基本上都在家天天陪着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习惯爸爸每天都会在家 因为疫情前我常飞出去那个是家常便饭嘛 对 那他们很习惯 那反而就是我一整年在家 就他们已经是太习惯我都在家 他们觉得好像爸爸已经在一个退休的状态了 都都在家里了 对 但因为疫情嘛 对 我们所我们所谓的晚安仪式其实就是 在大家晚上要睡觉以前 他会到到我们我们楼上的那个客厅 大家我们四个人就坐在一起 聊心事 对 我会规定他们去分享他们每一天的想法 所以每一天晚上都会有这个晚安仪式 几乎几乎 对 然后我们点个蜡烛 大家围在那个蜡烛间 然后也 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也 呃 我会我会请他们有时候 就说你 你今天分享一下你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你自己认为自己没做好的部分 或者是做做不对的地方 这个方式也算是你们就是你跟孩子之间联系感情的一个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一个时刻 对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 我还刚好这次来录那个好生Family 我觉得Family之间 我觉得尤其最近这几年孩子也慢慢找到了 他们有使用Pad啊那些什么 我们大人都一直在用手机 所以很多很多情况下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科技时代 很多孩子跟父母的沟通都是通过电话 对啊 就算是在家 对啊 对对 虽然在家就在旁边你都一定要用那个Message 用Facebook或者是Messenger来 所以你们的内心话都是 都是面对面了 我我我要 我规定他们要讲出来的 对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也会用Message 孩子会不会越大越有点害羞 就是想说有点难 讲不出口 会有点开始 像我儿子九岁 那我太太就是常常都会抱着他说 儿子我好爱你哦 那你会跟孩子说我爱你吗 会我也会 那妈妈比较长 我儿子我好爱你 然后他当然 儿子就要 妈妈就expect 儿子妈妈我也好爱你 对 但我儿子 我儿子现在已经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 开始就会男生嘛 因为大家就会有点小害羞 对对会有点这种感觉 女儿还好女儿还比较会会回应 但我我都会规定跟他们讲的 就是晚安 I love you 这样子 对他们也会这样回我 刚刚我就听你的诉说啦 嗯嗯 我感觉你会提到你太太就提儿子 然后你就是提女儿 你是比较护女的父亲吗 老实说我觉得我对他们算公平 对但是有他们别人会觉得 好像看起来我比较宠女儿 但是因为我觉得女儿就是要呵护的 那儿子我希望他能够再tough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 对所以比如很好笑 我今天早上刚好有一个制作单位 最近的小巨蛋会会演那个Lion King 然后我就po在我们四个人的群组里面 然后儿子也看到 我会po 诶你们想不想看那个狮子王的音乐剧 然后po的那个 他也不是票 他是一个小的 对对对邀请函这样子 然后我儿子就马上回说 诶钱在哪里我没有看到 他说那个票价在哪里我没有看到 然后我说不用钱了 你们就邀请你去 然后我儿子回 哦免费一定要看 所以是所以是你培育孩子 就是要删 我女儿 我女儿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可能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 他不会去想说 哦要省钱什么的 所以你刚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突然想到 诶也许是可能教育他的方式 因为可能我儿子就是最近比较 呃因为大部分都是那个线上教学嘛 online的课 然后我们有online有时候也 我们 反而online 这两年我们花了更多的学费 给小孩可能补这个补那个补习什么的 然后我就我就常告诉我儿子 诶你要专心一点 所以你是会那一种 呃花了钱给孩子身上 你会在孩子面前 你看我花了这笔钱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啊 我开始有分析给他听 对比如说他想要什么礼物的话 我就告诉他说 我就看他的表现 那如果他表现不够好的话 我会从他的存钱筒里面 拿一部分的钱 让他让他觉得出钱有会心痛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 是需要付出 没错没错没错 当然表现好 然后他自己要付出一点点 然后他有这个概念 可是因为我知道就是你跟 你的儿子跟女儿的年龄 其实他们距离相差也没有很远吧 就一岁而已 一岁一个月 一岁一个月 所以教育方针就有这么大的不一样了吗 对我比较不会跟女儿说这些 女儿就是前世情人嘛 对啊 她养朵一些啦 对啊 对啊 哇女儿 她用她那种 还有一点娃娃音的说 哎爸爸我想要这个 不用想了 直接买给她 前几天前几天我还看到就是哦 就是爸爸从女儿嘛 然后有时候会想到就是哎呀 女儿最后还是长大了 还会还是会出家这样子 然后会有一点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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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 家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就女儿嘛 因为你现在也还很很女儿 就是把女儿当宝这样子 会不会想到 有没有想过就是 未来的家人 我上个月 呃 去录一个节目 呃在台北的 然后说我宣传 宣传歌嘛 录一个节目是 呃在录的时候看着 一个老父亲 牵着 他女儿的手 进那个 礼堂 那个宴会厅 然后把女儿的手 交给那个未来女婿 不是未来女婿 就是已经是女婿了 这样子 那个那个过程 我就说 我好好好触动我 对我可以想象中 诶 好像因为我女儿现在已经八岁了 所以好像也 再多一个十岁 对 再多一个十岁 搞不好 要交往 对 就会觉得 嗯 所以我才能够理解 我岳父现在看我的眼神 其实还是 嗯 还是会打凉了 抢走我的女儿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 父亲的担忧 这样子 对 对 我可以理解 对 因为现在就是 孩子 女儿慢慢长大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诶 儿子开始有 继承你的那个歌喉 然后开始有唱歌 如果是想未来 孩子想要 就是进入歌坛 身为父亲的你 会不会想过 帮他们铺路啊 哦 如果他真的很想要走这条路的话 我当然可以帮他 呃 铺路啊 嗯 当然 我我我 当然我这么多年 我应该有些资源啦 肯定有啊 对 肯定可以让他不用走一些冤枉路吧 对啊 也不说走捷径啦 就是说 我我我肯定可以可以给他更多的建议 更多的呃 提供他一些一些想法 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但因为 很多人问我说 诶你会不会让孩子走这条路 对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决定的 现在呢 其实来到马来西亚 就是首要首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录制好生Family 对 对 你看到那么多 就是父母陪同孩子来参赛 有没有想过就是 未来带自己的孩子来 看他们的访谈 或者他们的表演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多的投射 很多的对于自己家庭的一些联想 嗯 对 所以我就很有感觉 我反而很想要 比如说我有机会 带我爸爸妈妈一起 啊 一起唱歌 这种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我跟儿子唱歌的机会 会比较多 嗯 接下来 未来 因为平常是 呃在自己的小小名的 都在比方我一些 跟孩子一起唱歌 练习的一些 哦哦 对 嗯 好 那如果是你们想要收看就是 品贯在好生Family当宾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表现 或者是他会怎么样去 啊 怎么说 表露他自己的真情流露对 那些家庭的故事的话呢 嗯 记得留守我们 八度空间的好生Family 第一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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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илось 希望三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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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谈谈网 马来西亚具具有影响力 与代表性的中文媒体 以新奇潮为主题 结合了时下最夯话题 美食 娱乐和科技等资讯的平台 各平台总粉丝人数超过400万人 透过各大平台 传达最新最好玩的资讯 超好谈 一档轻松反弹类节目 超反弹 好好谈 为大家收容时下最新 最奇特 最潮的人数物 你是那个乘客 你们不要跑 我们可以的 马上按赞并关注我们 让你得到第一手消息 一点也不傲